那這個就是香港,當時這個是神結婚 我覺得這個什麼時候現在的朱凱迪 是誰來的?我都不認識 哪個是神結婚? 這個是神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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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真是歲月催人老 會不會是吳仲賢 吳仲賢不是這張照片 吳仲賢不是這張照片 吳仲賢是多幾個人那張 我找不回 我急起上來找不回 在70年代有的 如果你看回當時的70年代那些照片 你就會見到它 這就是吳仲賢 看看我去了哪裏 不要緊 那 那 好了,但是你要愛這個這樣的國 不容易愛 愛國是怎麼一回事呢? 如果你用這個心理架構去看的話 當時其實 周恩來這個愛國的呼喚 其實是感動了那一批 那批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去完之後 回來寫很多文 你看70年代也有很多她回來的文 見周恩來的文 當時周恩來就變成 其實現在 大家有沒有看見電檔 變成裡面的那些帥仔歷史人物 大家就貼了那些海埔的房間 將來就是當時行 那麼周恩來是感動了整代這些人 是變成日後 台灣和香港很多的民主外國人士 又或者在台灣 其實 統派的人 即是主張統一的人 裡面都有些老保釣 那麼 而周恩來給他們一個想像 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國 中國的想像 我們就不會再被人欺負了 人家就不會再搶他們的釣魚圖 等等等等 而你作為這個中國人 你就是國家完成這個統一大業的工具 你為了這個國家的統一 可以犧牲一切 甚至乎你自己 是啊 而當時的學生 是覺得應該的 是不怕流血 不怕犧牲 誓死保釣 就算我回到台灣被抓 就算我回到台灣被殺 就算我回到香港被英國警察撥破頭 是一個這樣的 是一個這樣的 愛國是甚麼 聽來都跟我們說愛國是甚麼 愛國就是為了國家的大業 為了國家的強大 為了國家的統一 你可以犧牲自己 以致你的一切 是變成這個 完成國家重任的工具 即是說很有趣的 心理學上 我們最大的掙扎就是做一個 有自主 有自我意識 有自我批判能力的主題 但愛國是叫你 不是做主 不是做 subject 是做 object 做國家的 object 但又心理上 心理學上 就有三種不同的 我們的自我形成 有時 一個形成就回不了頭 所以拉綱有一個很前衛的想法 跟一般對證明等的理解是很不同的 他就說 但是人在很小時候 某個時間 你的 subjectivity 自主的形成是這樣的 你後來就不可以逼他轉 其實他是這樣就是這樣 大部份的人是一個neurotic的 subject 九十幾%的人都是這樣 有一部份的是psychotic 即是說 每忽然之間 psychotic 即是說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進入我們這個世界的 情報這個order 即是說怎樣呢 自閉症是其中一種 是怎樣呢 他自我形成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腦裏面有些問題 他語言吸收有些問題 他沒有辦法處理符號 譬如我們可以 大人跟我們說得多 即是父母 寶寶 我們重複又重複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那個是父母 那個是寶寶 那你是true 不斷的教化 和這些符號 令到你分辨到世界的東西 但有些人的腦 是處理不了符號 例如失語症等等 那也都 自閉症的小朋友呢 其實他是在自我形成的過程裡面 他失去了這個連結的機會 又或者是太少人跟他說話 又或者是太少人理他 又或者他自己的腦 有些問題 處理不到某些事情 那變了呢 他失去了理解 我們這個世界 跟他真的隔絕了 但如果是一個聰明的 自閉症的小朋友呢 其實他 因為沒有人教他 用一套來理解這個世界 但是他的腦 不斷地在成長發展 又沒有人教他怎樣 他就會用了自己 騎靈的一套 因為人是很聰明的 就算沒有人教他 他都會自己 自己在裡面 形成了一套 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 但是那套東西呢 是跟他所有的自然反應 情緒 結合了一股餅的 而呢 是跟我們不同的 因為沒有人 將我們分享給他 又或者他因為腦 有問題 他沒有辦法完整地 分享我們那套東西 所以他這套東西 就不只是說 一些符號很奇怪 而是他那些 譬如我們有時候 那些自然反應 那些很快速的反應 那些情緒 都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他聰明的話 他再大那些 他會發現 他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不同 完全用不同的 logic 不同的 system 他會感覺到 他會學 他可以學我們世界的一套 所以他就是 逐一逐一翻譯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再改他那套 他沒有辦法再改他那套 他沒有辦法投入我們那套 去理解 但是他聰明的話 他可以一對一陪對 這樣去 令到他有辦法 略為正常 他可以在我們世界上 function 但其實他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psychotic psychotic是第二種 我們一般人是第一種 psychotic是第二種 那麼psychotic的人呢 你想想多麼累 多麼辛苦 你這些東西 你外面那套東西 一轉一變 他死了 他要重新配對 所以他進來這個房間 他每一樣東西 都要重新翻譯一次 所以我通常這些人 是很怕很多人的地方 很怕很複雜的人事關係 他處理不到 他會累到爆炸 所以這些人 他可能很聰明 但是他會躲起來 做一些自己和自己做的事 那麼他會做得很厲害 很開心的 而且他會很舒服 但是你要他面對很多人 很多東西 或者是很複雜的 外面的世界 他就會很累很辛苦 然後如果過了一個程度 他完全 完全 超過的 他就會 好像法人一樣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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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psychotic 他會 他會 握手 這是第二種 我講的 民族主義是第三種 Sorry 我解了太長 民族主義的情況 就是 如果你真是一個 可 第三種就是 我覺得翻譯中文作為變態是錯的 不是變態 是 又是一種不同的 就是 你從小時候變成一個主體的時候 有一種不同的經歷 就是 如果你小時候 是一個很 沒有選擇的環境 只有一言堂 只有一套價值觀 只有一個權威可以說是 沒有其他 有些家人說 爸爸說一套 媽媽說一套 爺說一套 我小孩子 如果不想聽話的時候 可以說 你爸爸也說不是 他有幾套價值觀 幾套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去選擇 或者對比 他看到這些的話 他就有自主惑的空間